被感动的赤木决定给樱木一次机会,让他开始学习投篮,突如其来的关爱,让樱木受宠若惊,他甚至怀疑眼前这个星星是个替身,在踩雷边缘疯狂试探,不出意外又要挨揍,赤木让流川示范一次上篮,只见流川运球冲向篮板,轻松跃起,球稳稳投进篮筐,然而,樱木却认为这是平民做法,根本不配和灌篮相比,在赤木的威严下,樱木只好免为气难练习上篮,樱木运球跑向篮板,突然眼神一变,奋力起 赤木震怒,拿起篮球砸向樱木,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接瓦,樱木再次练习,纵身一跃,把球送到篮板上,樱木军团在一旁笑得眼泪直流,见此情形,流川主动示范了一次,然而,樱木还是屡试屡败,听着迷妹们在一旁火上浇游,樱木的内心逐渐烦躁,就在流川做第三次示范时,一个篮球砸了过来,樱木借口手滑,赤木一怒,又是一锤,调整呼吸,樱木再次尝试 樱木怀疑人生,为什么自己连平民投篮都不会,默默拜托流川再次示范 好家伙,投篮头不近,打人特别准,樱木的多次暗算,激怒流川 手带滑了 所有人为之诧异,和失老上线,生怕双方掐架,樱木平复心情,主动向流川道歉,流川不计前嫌,再次示范,万万没想到一切都是陷阱 流川不甘示弱,两人大打出手,下一刻,赤木直接两击暴击,让他们在角落罚站 清晨,樱木在球场练习,被秦子遇见,看樱木如此努力,秦子决定帮他训练上篮 秦子运球跑向篮筐,突然一摔,樱木瞬间舔狗附体,对他嘘寒问暖 秦子想起国中时期,因为身高和力量不足,只能拼命练习上篮 接着他再次尝试,轻轻一跃,篮球稳稳进框 另一边,流川骑着自行车,听着音乐一路飞奔 来到球场,发现场地被战,仔细一看,原来是这个白痴 樱木多翻尝试,球就是不进篮框 樱木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不知不觉想到了流川 一旁的流川不知所措,樱木再次尝试,虽然没有进球,但动作却协调了许多 秦子回想起吃木胶自己上篮的场景 首先把膝盖放轻松,用全身力量跳起来,把球轻轻往框里移放 樱木变得异常认真,心中默念口诀 真是值得纪念的一刻,两人兴奋不已,像孩子一样手拉手疯狂庆祝 回想起自己摸了秦子的小手,樱木在走廊上哈哈大笑 樱木请子闺蜜,高兴的跟人打招呼,弄得人家一脸懵逼 碰到高公望,又是拉下巴,又是摸肚子的一阵嘲笑 篮球场内,木木鼓励樱木,虽然学会上篮,也不能太骄傲 两个队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就是湘北名产糖和鞭子 还有一个星期,跟凌南的练习赛就要开始了,大家都鼓足了干净 画面一转,凌南超级侦探燕一,为了侦查湘北实力来到这里 深夜,樱木还在球场练习,燕一拉开大门,被眼前的樱木惊呆 樱木正准备扣篮,结果因为跳太远没碰到篮筐 这惊人的弹跳力完全震惊到燕一 看着樱木这负良好的身体素质,燕一把他认作刘川 据调查,刘川长得帅,有女人缘,你怎么长得不太像 哪壶不开提哪壶,樱木当集铁投攻刺后,接着又是一顿疯狂输出 燕一表示去年比赛湘北虽然输了,但凌南的余柱却被赤木摆平了 樱木一听乐了,对着燕一一顿猛吹 本天才曾打败过赤木,是下一任队长的候选人 真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单纯的燕一,信以为真,直接下跪 就在这时,燕一发现樱木没穿球鞋,故以为樱木家里贫穷,买不起球鞋 这脑补能力也是没水了,画面一转,赤木和木木在讨论凌南的王牌仙道 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刘川才能搞得定先道,凌南练习赛即将开始 队员们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刘川接球过掉对手,一记批扣 樱木不甘示弱,展示起刚学会的上篮,训练结束 赤木单独让樱木留下,准备教他抢篮板 樱木不以为然,认为抢篮板是无聊的把戏,赤木表示的篮板者的天下 随后,两人开始练习,不管樱木怎么努力,球总是被赤木抢到 第二天,篮球部全员踏上了前往凌南高中的列车,江北与凌南的比赛到底会如何?